天南地北谈华语 我看我得买一些护肤品了 我脸上长了好些雀斑 是老人斑吧 不会吧 我宁可是雀斑 应该是前阵子老晒太阳晒出来的 你看 黄褐色黑褐色的小斑点 不痛不痒的 帮我看看 快告诉我是雀斑 雀敲子 啊 什么 敲子 敲门的敲吗 不是 上面是小 下面是锥 上面小 下面锥 骗小孩啊 那明明是雀 麻雀的雀 多音多异字 麻雀的雀有三个读音 三个 我头一次听说 那就仔细听了 麻雀的雀也读敲 敲子就是雀斑 你一脸认真的样子 不太像骗我 不信就自己翻词典 雀含有一个读音 读第三声 巧 用于口语词 比如 家巧 也就是麻雀 巧盲眼 是夜盲的俗称 太震灑了 麻雀的雀有三个读音 雀斑又说敲子 同样写作雀 但读作敲子 而第三声巧 还是指麻雀 说家巧 夜盲 又可以说 巧盲眼 我看哪 词典是一本 可以看一辈子的书 特别是失眠的时候 为什么 自密密麻麻的 看了 眼睛容易疲劳 累了就睡呀 是啊 我没听过有人说 翻阅词典会越翻越雀跃的 雀跃 雀应该读雀 没错吧 没错 雀指麻雀 也表示小 怪不得雀字上面有个小 麻雀确实小小的 甲骨文雀也是写着小和锥 上面几个小点是小 下面则是锥 小锥就是小鸟 难不成因为雀斑的斑点不大 所以叫做雀斑 应该是因为麻雀背上的斑点 和人皮肤上的斑点相似 所以称为雀斑 那为什么雀跃用的也是雀呢 你没看过麻雀在地上觅食的时候 总在地上跳跃吗 是啊 一蹦一跳的 所以用雀跃形容人高兴的像雀那样蹦蹦跳跳的 就好比现在如果我拿出一罐美白霜 号称一擦雀斑立马消失 我会雀跃万分吵着抢着要跟你买 有个词雀噪 麻雀的雀噪音的噪是个动词 像雀成群鸣叫 形容声名传扬一时 含贬义 比如声名雀噪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 Click 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